天上一颗长沙星 地上一座长沙城 长沙不仅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还是驱甲之乡楚汉明城 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摇篮 在历史学家眼中 长沙也是足以与广岛、长崎 和斯大林格勒并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全球四座城市之一 不过就是这样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在近些年却被贬为了角都 数据显示 2005年 长沙有足域等休闲服务行业 从业人员约10万多人 洗脚城数量远超四大直辖市总和 在长沙 一半人再给另一半人洗脚 坊间戏称 用笔点三下北京地图 很可能点中一个厅局级单位 点三下上海地图 很可能点中一个 世界500强企业的分公司 而拿起长沙的地图 点三下 则大概率戳中三个洗脚城 洗脚乐呵之余 吃饱喝足自然也成了刚需 长沙的餐饮娱乐顺时起飞 平和堂的长沙首家星巴克 营业到晚上11点 三星街口的茶颜月色 到凌晨一点还能下单 午夜钟声敲响 黄星路步行街上的网红 还在热烈直播 空气里飘着的 都是臭豆腐和老长沙香肠的味道 辣椒粉的刺激下 人们心潮澎湃 一场长沙风暴席卷全国 从全国上下的消费者到哥鲁资本 都握着钱 向着长沙叙事待发 据统计 仅2021年上半年 长沙新消费项目融资金额 就超过了236亿元 今年五一长假 长沙30家旅游接待单位 累计接待169万人次 同比增长130.3%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11期上集 今天我们从文娱角度 聊聊新晋网红城市 湖南长沙 长沙位于湖南偏东北处 湘江下游 东庭湖南 它北空京楚 南陵桂岳 东街这干 吸引川穹 位于内陆腹地 自古就有金玉唇齿 前月咽喉之称 南宋学者王印玲就说道 欲征南方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事 民国时期 由于长沙发达的水运 加上前清时期铁路的修建 长沙的城市商业快速崛起 大量洋货沿海城市工业品 源源不断地输入长沙 湖南地方特产和矿产 又向外大量销售 长沙的商品经济日趋活跃 长沙南门口至八角亭间 成为了繁华的商贸区 夏德昌袜厂 中英大药房 德元包子店 徐长新烤鸭店等 一批日后小有名气的店铺 相继开张营业 成为如今的老字号 就以德元包子店为例 在它最火的时候 门店宾客如云 要想预定到雅座 必须提前两到三天 而黄兴路旁边的坡子街 由于是长沙城中心 通往湘江航运码头的重要通道 外省客商大量聚居 成为了民国时期的金融街 在当时 长沙城全城共计86家钱庄 资本总计达1100万元 而其中坡子街就占了一半 不仅如此 号称四大金刚的春帽、铅和、玉顺长、万玉龙四家钱庄 全部设在坡子街 这四大钱庄的资本 占全是数十家钱庄资金的50%以上 足以主宰市场 在急剧效应下 除了钱以外 金、筹、纸等三大行 也纷纷选择在坡子街扎堆 今夜中 最先选择落指在坡子街的是永泰金号 接着江西商人的于太华银楼 李文玉金号等 也在坡子街开张 在当时 有的金饰店门前挂起 长宁珠宝光的对联 吸引了大量殷实之家 之后 同风、同福、余天宝、凯峰、朱易新等金号相继开启 临次致笔的金店 让坡子街珠光宝起 坡子街的筹布业 同样是多家分食市场 苏州帮、南京帮和长沙本邦 三个帮派分庭抗礼 只不过后期 长沙本邦筹布店 集结了20余家小店财力 在八角亭所在地 新建楼房 取名借福昌 基本垄断了筹断市场 巅峰时期 借福昌年营业额 曾达300余万银元 与坡子街相邻的解放西路 也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绝路斋的帽子 马横记的鞋子 前清汉楼的双妹子香粉等 10个带子的产品 被誉为桥上石子 沿着解放西路再向西走 就是太平街口 同样撤水马龙 黄兴路、坡子街、解放路、太平街 这几条街道连在一起 构成了长沙历史上的消费地图 然而1938年10月 武汉广州沦陷 中国抗战进入香池阶段 主要战场也从沿海地区 逐步转移到华中地区的纵深腹地 湖南位于武汉和广州两大城市之间 又是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必经之路 也就成为中日两军 都志在必得的重要阵地 顷刻间 长沙的繁华热闹被吞噬了 抗日、逃难 成了这座城市的底色 1938年11月 日方携攻占武汉的声势 继续南下 攻占岳阳 直接威胁到了长沙 根据国民党的交土政策 长沙随即开始进行了 举火焚城的准备 11月13日深夜 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 突然起火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南门又有三处起火 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 见城外起火 以为是信号 纷纷将点燃的火把 投向居民的房屋 和事先准备好的油桶 不久后 火漫全程 天心阁、火供殿、甲义故居、 三角花园等 长沙市内众多名胜古迹 成为交土 而黄兴路、泼子街、太平街等 众多商业街 则成为大火肆虐的修罗厂 其中 酒如斋南货店被烧毁 储存在店内的海味、洋酒、罐头 化为灰烬 瑞丰绳装的绸缎 尽管在高墙里 避免了正面与火接触 但在高温熏烤下 只要一触碰就化为粉末 金泰华金号 店内收藏的440颗焊印 在大火中化成了铜块、铁饼 30多名员工为闭火跑进防空洞 被烤焦致死 开古制麻将牌店的原敌一家 幸运逃出 但全家产业 只剩下一个大铜墨盒 一副红木算盘 开钟表秀礼铺的邻居张祥和一家 则是18口人 无一生还 这场大火烧了5天5夜 整个长沙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熊熊大火中 全程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 共计5.6万余栋 直接死于火灾的达3万余人 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亿元 当时中央日报评论 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 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 长沙当居首要 百年缔造 可怜一句 人们惋惜 长沙经此一劫 百叶凋零 很难重现往日繁荣富饶 然而11月19日 长沙城余火未熄 令人惊讶的是 就在废墟之上 出现了三个卖肉的、两个卖菜的 这5人组成了长沙废墟上的第一个自由市场 第二天 长沙市南门口和北门口 又分别出现了贩卖米粉和油饼的摊蛋 大火熄灭的4天后 湖南省政府成立了长沙临时救济委员会 委员会给了长沙市民两种选择 一是领取贷款资历更生 二是领取灾民证获得基础救济 据不完全统计 长沙灾民愿意自力营生 进行贷款自救者达23804人 而愿意进收容所的仅217人 这些在焦土中重新开启店铺的人 被称为火烧老板 比如长沙照相业的老字号凯旋门 德园包子铺等 德园包子铺是由部分员工 以集资入股的方式 齐拼八凑到近千银元 将德园原址的断砖残瓦清理干净 请人重搭简陆木棚开张营业的 11月22日 长沙的南门口大西门 又开始设立露天商场 至月底 继大火后半月之内 长沙商铺已进百家 长沙的城市功能 在焦土之上又重新运营 长沙市民的生活热情 也重新燃起 茶馆被烧毁了 就搭起简陋的棚屋 窗户没了就用纸壶上 银工、民众两家剧院 夜夜客满 为了满足长沙人的银木营 有两家影院 还自备马达开始营业 坡子街的火供店 在大火中成为废墟后 大量小商贩聚集在此 又成为了全城最大的小吃商贸市场 1950年 抗战胜利后 全国百废戴心 在以恢复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导下 长沙市政府发起五大市政工程 其中之一 就是打通大西门与火车站 建设五一路 用了两年时间 在全城尼公木工的努力下 1952年 五一路西段正式通车 之后 长沙市政府 又在五一路与黄兴路的交叉口 修建了街心花坛 至此 在长沙城 以黄兴路为南北轴线 以五一路为东西轴线 两条中轴线的垂直交点的五一广场 正式形成 五一广场建成后 省供销合作社大厦 香秀大楼 省中苏友好宾馆 五一路百货商店 市五金焦店公司等一批新建筑 相继在周边出现 黄兴路周边也重现昔日的繁华 南门口百货商店 四仪塘药店 国际钟表眼镜店 甘长顺面馆 亨达利钟表店 凯旋门摄影社等相继崛起 到1979年 拨乱反正后 中国的氛围被重新搞活 音乐茶座 歌厅舞厅开始风靡全国 这年除夕 消失多年的交易舞 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五进初开 人们发现世道开始变了 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 在嗅到变化后 在公园里开始跳起迪斯科 只不过那时 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 叫做摇摆舞 自此 爆炸头 喇叭裤 戴着漏纸皮手套的年轻人 成为公园的活地标 开阔的武艺广场 自然也成为这群年轻人的舞池 每晚十点多 数十对男女青年 穿着那年代的巢服 在武艺广场上跳舞 有的初学者请来武师指教 有的舞迷 硬拖着看热闹的女青年做舞伴 那时 放的曲子 要么是邓丽君的香港之夜 和日君再来 美酒加咖啡 要么是蓝色多脑河 维也纳森林 一个美国巡逻兵等舶来曲 1984年 为了规范管理 长沙福后街街道办事处五楼礼堂 出现了一个专门跳舞的地方 这也是长沙舞厅的雏形 这个舞会请了专门的乐队 票价是每人五脚钱 其中包括免费的茶水 舞会开始的第一天就生意火爆 基本上每天舞池里都有七八十对舞友 不久后 清水堂革命纪念地 经长沙市博物馆 又出现了第一家被批准的营业性舞会 这个舞会以交易物为主 舞会场内的气氛 主要由一圈红绿灯泡烘托 外加一台最原始的半导体扩音机 但门票涨到了1元左右 除了舞厅以外 长沙市民在当时的娱乐生活 还要看电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电视还是稀罕物件 属于绝对的奢侈品 但长沙市北区 就已经进入了电视时代 1980年 曾任长沙北区文化馆馆长的黄菊生 跑到广东汕头 弄回12台26寸的彩电 接着 长沙北区各街道文化站 和民主西街四级委会 相继开设彩色电视机室 并以五分前一张门票 对外营业开放 每到晚上 电视机室总是被挤得密不透风 之后各街道的彩电集中到北区政府礼堂 进行播放录像 当时李小龙主演的《香港小教父热映》 六角钱两场的门票 第一天就收了1600元 同一时期 音乐茶座也在长沙飞速生长 1982年 长沙第一个音乐茶座 《水陆州音乐茶座》成立 这个音乐茶座由长沙市歌剧团 和《水陆州游泳场》联手开办 两块钱的门票可以听歌赏舞 还包括了一杯茶 不过 仅仅开业三个月 《水陆州音乐茶座》 就被以治安秩序难以为耻之名 勒令停业 而《清水堂》的那个舞会 也仅仅营业了两个月就被取缔 理由是 治安秩序混乱 戏本是离婚率高的源头 然而 对娱乐场所的严加管控 并没有磋商长沙城文娱发展的积极性 到1986年 长沙市文化娱乐消费场所 除电影、戏曲、书店外 有音乐茶座19家 舞厅6家 录像放映厅20家 长沙的文化娱乐市场 已经初见规模 1988年 在音乐茶座的基础上 三乡第一高楼中 出现了一家航空歌厅 当时航空的主持人叫陈放 此人号称湖南歌厅文化奠基人 陈放原本是在歌舞团任职 但闲暇时间跑去航空兼职 赚点外快 工作期间 他把歌舞团文艺晚会的形式 搬到了歌厅里 并且航空歌厅改变了单纯跳舞的形式 他在舞池里摆上折叠椅 采用上半场跳舞 下半场移动椅子听歌的模式 这个模式已经推出迅速火爆长沙城 在当时晚上9点的演出 7点半票就卖光了 100人的厂子挤进去200多人 由于生意火爆 航空歌厅的老板 只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回了本 火爆的行情 成功激活了长沙的娱乐产业 吸引了大批商家投入其中 其中最为突出的 是琴岛歌厅和蝴蝶歌厅 当时航空、蝴蝶和琴岛 三家打起了擂台 琴岛的主持人叫欧阳胖胖 之前是航空的演职人员 在和陈放的竞争中 跳到了琴岛 由于欧阳胖胖重视自己的包装 每次演出都穿戴整齐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主持人 为了把他重新挖回航空 航空的老板曾偷偷在外面 约欧阳胖胖见面 并给出比他工资高出一倍的价钱 这不是个例 由于歌厅竞争越来越激烈 那些形象好、业务能力强 有市场号召力的主持人 纷纷成为歌厅争抢的对象 可能今天一个主持人的工资 是200元一天 最高时他们一天的工资价码 涨到了800元 在这种竞争之下 歌厅对主持人和演员能力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他们不仅要会唱 还要会跳 会讲段子、笑话 最好还会一些独门秘技 比如会模仿各种动物说话 内卷之下 长沙的歌厅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长沙的歌舞厅发展 也进入到了黄金时代 进入90年代 细分化成为舞厅市场的发展趋势 高端的舞厅装修豪华 音响设备先进 但票价高、消费高 低档舞厅、票价低廉 吸引了很多普通市民 生意红火 另外 长沙还出现了夜总会、 卡拉OK厅等多种娱乐场所 1991年 华田大酒店开办了长沙第一家夜总会 富豪夜总会 娱乐方式很简单 就是一间大厅 大家聚在一起 看歌手唱歌或模特走秀 没过多久 夜总会在长沙遍地开花 其中南门口一带最有名 有明珠夜总会、夏威夷夜总会 港岛夜总会等 在这种大背景下 舞厅也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 一些传统高档豪华舞厅 选择降低价格 比如银天、娱乐、大华、香槟等豪华舞厅 把20多元每位的夜场门票 泡茶另外收费的标准 降到了门票10元每位 并且含茶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 在当时 各大舞厅还采取向舞友赠送优惠券等措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长沙的娱乐场所不退反进 到1993年 长沙市已经拥有了150家歌厅 28家夜总会 60余家卡拉OK 小型音乐参巴近百家 野蛮生长下 为了规范长沙演艺市场和演出人员 长沙市政府 开始对行业进行规范与管理 全市所有歌厅 以及灯光、音像等演艺人员 必须每年进行一次考核 并且按等级发放从业证书 在此期间 长沙歌厅有序发展 在歌厅方面 大中华、罗曼、琴岛、蝴蝶 继继、红太阳等众多歌厅 上演了一出群星逐鹿的好戏 演出人员上 涌现了杨五六、周卫星、旗帜大兵 德哥、何晶晶等一大批本土孝星 甘平、刘一珍、朱绍宇等跑场歌星 从歌厅走向全国 当时每当夜色升起 长沙的歌厅、舞厅、KTV里就人头攒动 杯子碰在一起 都是不想睡的声音 在这夜夜声歌的气氛中 娱乐产业开始向包厢外延伸 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